对于传出总统马英九有意在大选之后多数党组阁一事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表示 多数党组阁一直是他的主张 也是民主长久的方向 选战倒数九天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勤跑基层力拼逆转胜 如今传出如果国民党输掉总统大选 国会其次又没过半 总统马英九不排除在选后释出多数党组阁权 落实宪政精神 同时借此激发蓝营选民投票的危机感 而朱立伦表示多数党组阁一直是他的主张 也是民主长久的方向 我在政见会当中或者是在多次谈话当中 都希望由多数党组阁 朱立伦如果当选也一定尊重这样一个宪政惯例 朱立伦正面肯定选后让多数党组阁 要激起支持者危机感 选举最后关头更要全力以赴 每一席立委都不能放弃 七号就锁定巩固竹苗客家票 新竹民众还有一大群阿嬷们高举标志 热烈欢迎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 站上败票车上沿途民众争相握手 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也不同 但是总是今天在新竹市区有这几个区域 那也是特别来跟这边谢谢很多长辈 朱立伦选前策略 一是要唤起蓝军基本盘 选前最后冲刺会把重心回防双北 凝聚泛蓝选票 另一方面则是要营造团结气氛 不要分裂投票 让蔡英文有得力的机会 这里出垮朋友组新竹报道